今天咱们来新天地板块来逛一逛 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这个论堂里面就不带大家逛了 因为进出比较不方便 咱们就到新天地 商业街还有周边咱们逛一逛 看看新天地这边的人流 现状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由于疫情的原因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由于疫情的原因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有人问这个疫情会消失吗 这怎么可能消失呢 现在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啊 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 那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感冒会消失吗 大家觉得感冒会消失吗 对吧 感冒是肯定不可能消失的 那这个病毒也不太可能消失 所以说我们难道会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 由于疫情 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这个疫情会永远都会存在 难道我们生活就不过了吗 这是今天的新天地 这个论堂我之前来拍过的 这个论堂呢 马上也要征收掉了 现在应该是已经在签约了 我这几天扫街发现很多景区啊 景点附近的商场啊都在装修 可能很多这个商场利用这段时间嘛 因为这段时间游客少嘛 对吧 生意也不太好 所以利用这段时间可能做升级改造的会比较多 但是这些小一点的店铺啊 就没那么幸运了 好多好像关门了 大一点的嘛 就可以做改造 咱们到里面的商业街 去走一圈看看啊 新天地这个地方呢 应该来说是本地人也会逛 然后外地的游客呢 也会也会来逛的地方 这个商场好像在做活动 人还蛮多的 咱们就不进去了 咱们到这个商业街里面去逛一圈 我记得这里以前是一家别的店啊 这家关于这个视频的店 现在好像是变了 新天地还是挺热闹的 我觉得呢 这个人流呢 是比往常就疫情之前要少了一些 但是不像之前拍的那几个地方啊 还是会有一些 还是会有一些人 我看着你 O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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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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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